而且据说这次在国内上映的时候 中国是这个特供版 比国际版长了三分钟 都是为了范冰冰吗 在这一集的故事当中呢 加入了中国元素 中国演员王学奇跟范冰冰都加盟了影片 不过我知道他们俩的戏份好像都不多 王学奇饰演的是一位音声 只有三场戏 范冰冰的戏份好像更少 因为他饰演的是音声助手嘛 出场三分钟三句台词 而且在国际版当中根本看不到 说白了就是可有可无 怪不得要整一个中国特供版啊 估计就是为了讨好中国观众 可惜观众未必买账 因为有观众就说 他能够理解片方为了讨好中国观众 可以添加的特供戏份 但是却很建议导演加得很生硬 让他看片的时候觉得很出戏 别加三分钟 加个三四十分钟过后 其实讨好观众很简单 只要电影好看就行了 对吧 我看电影都冲着电影本身去 没有哪位演员 有没有哪位演员 根本就不重要 对 今天钢铁侠三已经在国内上映了 这次影片当中的中国元素 究竟能不能够让观众满意 大家伙会给影片打多少分呢 诸位那就切等钢铁情人节过后 咱们是再见分晓